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Dr.T aka Tom老師 你看我現在的背景 有什麼?沒錯 一堆很猛很猛的車子 我跟你講這每一台在我背後的車子 只要把那個改裝清單列出來 每一個都非常非常的Impressive 每一個都是花非常多的時間 非常多的心血改出來的一個成品 那為什麼? 今天我們又再次回到 我最愛的一間改裝車廠 沒錯也就是我們的車程 今天他們特地幫我用了一個 夜跑之夜 好爽喔 為什麼我今天要有這個夜跑呢? 其實我們也是順便宣傳一下 我們10月20號在台北的建國高架站 我們會舉辦一個車聚 跟我自己的小老弟小幼 會舉辦一個改裝車的車聚 基本上我們當天會邀請 所有我們全國各地喜歡車子 喜歡改車的朋友來參與這個活動 現場的同學們 如果你沒有開車的話 也可以來看一下 參觀一下我們台灣改車的這些風格 再次強調一次 我們基本上是在我們的10月20號星期五 晚上的9點到12點 我們會在台北的建國高架站B區 好不好B區 那如果詳細呢 這個有沒有車聚的地點呢 在我們影片下面的敘述欄會有 當天如果你穿我的衣服來 不管是穿任何產品 比如說特色咖啡的產品 比如說我們本田人生的產品 或者是任何過去我發行過的任何的產品的衣服來到現場的話 我就會送你一個QR Code 這個QR Code我保證是有史以來我們給你們最色最仰眼的一部影片 所以你只要穿我們的衣服來的話 我們就會給你一個QR Code 但是如果當天你沒有穿我的產品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現場我們也會有工作人員提供這一方面的服務 所以呢基本上如果可以的話支持我們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呢再次回到我們的車程 在我暑假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也去基隆跑那個零四賽嘛 就是直線衝刺 基本上呢我的那個車子啊 就是下去跑的車子也是我們車程改裝出來的 那今天呢看到我們後面的這兩台 1K9 哇靠 這是我們那個老屁孩年代啊 非常暴走的一台車子 也就是說呢當年啊如果有辦法年輕的時候簽到這種車子啊 那個行情都已經在頂了好不好 那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台車子非常的面熟 再加上這個車牌一看就知道 是我們台灣知名藝人的一台車子 沒錯啦那個看車牌看那個數字 大概就知道是誰的車喔 那今天呢其實也非常開心 因為呢我自己要去夜跑 然後剛好我們自己喔我們的泰哥 泰哥呢剛好也打電話來 我們就直接邀請他一起來跑 所以呢今天呢不只可以非常興奮開著我們泰哥旁邊的這一台 也就是我們龍哥車程的老闆 我們龍哥他自己的1K9 喔這台真的裡面也改的超誇張的 那說真的啦我自己還沒有開過 我也不知道說我對於這台車子的整體的表現到底如何 那我等一下呢在跑山路的時候呢 到底有沒有辦法handle這個我自己都未知數 完全是一個問號好不好 那等一下呢我也非常興奮的來去體驗一下 來去回味一下當年我們呢開這種車跑山路的時候 那一種有沒有緊追在彼此的車子後面 那個感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剛好我們車程呢他的這個地點呢 非常的接近我們台中非常知名的一個三道路線 也就是我們的136 不過今天我們也不敢開快啦 就是安全的開車 因為呢說真的那個晚上還是有一些人在那邊騎車 那我們呢等一下呢也會跟著我們自己的好朋友 也就是我們91的春風呢開著他這一台還沒改好喔 還沒改好的這一台非常非常漂亮的EK9呢 跟著我們一起去跑 而且其實我說真的壓力還蠻大的 因為春風其實是個賽車手 他是真的有在賽車 那如果你們平常有在追蹤他的話 你們都知道他是真的一次的賽車手 代表SVR我也從來沒有跟他真正的跑過 然後從來沒有跟他真正的玩過 所以呢等一下呢我們再跟春風跑一下 然後看我們今天有沒有辦法讓他就是至少對我們有點尊重啦 好不好 好了那等一下呢我們拍攝的畫面呢 全部都會用我們的Insta360的X3去拍攝 然後呢教大家怎麼架設齁 其實你基本上就買一個這種3.4的吸盤架 再加上我們的一隻Insta360的影型棒 還有我們的X3這台攝影機 如果要買這樣子的setup的話 記得去我們影片下面的敘述欄可以購買這樣子的裝備 那只要這樣架設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拍出我們現在影片上面的這個畫面 非常非常的屌 所以今天你會緊張嗎你要跟我去跑山 你真的好聊 欸他是賽車手耶 不要看他這樣子好不好 不要看他現在去演電影 但是他是賽車手 可是我們安全為重 當然 我跑山經驗多年 我看過翻車的不計其數 安全為重 再加上呢其實我們今天開車的速度 都會盡量在30公里以下 就盡量慢一點 你只是要拍影片不是博生命 喔當然啦我們不是真的要去比賽啦好不好 對我穿到你的衣服 欸你要不要穿一下 現在穿嗎 好啊如果可以的話 那個同學們如果還沒購買的話 去我們影片下面的敘述 我們現在請我們春風來換一下 欸很帥耶我們看一下 哇塞本田人生 再加上呢其實他的這台車子配色非常的搭 欸我給你3個顏色耶 所以你可以看你的心情搭配好不好 總共差不多多少錢5000塊 好啦我們現在直接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去跑一下136 Let's go 那春風現在目前在我的後面 前面呢是我們帶入的是我們車程的 非常厲害的一位技師 那他基本上呢今天開著我們的 時代EVO EVO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台車子喔 那我們現在呢就要上136 然後呢聽說136晚上非常多的人呢 在跑山路 喔沖起來了喔 沖起來了喔 我們機子沖起來了喔 你看我們現在呢台灣這個夜燈 譬如說現在這邊有長長的一串 這種有沒有燈籠 這種感覺真的超級超級好看 超級到的漂亮 其實我今天壓力還蠻大的 因為呢我們那個春風啊 他其實是個賽車手 Real Deal 他是真的有在比賽的 他在我的後面我壓力還蠻大的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子看一下春風在跑的那種感覺喔 他就是在我後面 所以現在目前壓力還蠻大的喔 我們現在呢好好的享受一下我們這台車子 的這種機械聲 聽起來真的超好聽的 我們現在這樣周遭的氣氛 那種感覺真的超級超級美的好不好 我就覺得呢台灣的這種有沒有山路啊 擁有這些很漂亮的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上面的這個燈籠 那種那種感覺都真的是超級超級美的 那我覺得呢這種夜跑的感覺 真的喚起我們年輕時期的那一種 有沒有狂妄 然後非常的reckless 也就是不怕死的那種精神 然後呢來去跑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上山路囉 來我們那個攝影師往前拍一下 你看我們的路況 哇好漂亮喔 再加上呢 我們現在上面的這個燈籠串對不對 看起來特別的漂亮喔 哇 這種感覺真的好爽喔 那我覺得現在這台車子的設定呢 基本上呢 在這種山路跑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適合喔 哇來了彎道來囉 哇 哇 這種感覺超好的 哇靠 哇 我們春風也是緊追在後面喔 哇靠 第一次呢 跟我們的春風呢 就是有機會 然後呢 一起跑山 這種夜跑的感覺 真的超級超級爽的 那現在呢 我們呢 就盡情的享受這個 136 我們台中136的這個路況 現在就真的是山路在跑了喔 我聽到我們的輪胎有點摩擦的聲音喔 雖然我們現在這樣子開 好像拍起來很快的樣子 其實呢 沒有這麼快啦 因為呢 這是效果的問題 哇 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這種妙事喔 我們現在專心的開車喔 我們現在是在這裡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看看 我們現在看著整個字幕 還有一些影響 我們現在看著我們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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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著我們 好,我們現在呢,到了我們136的赤坎頂 其實今天本來會更多人 但是我覺得說不要搞得太複雜好不好 我們前面呢,一樣就是我們的EVO這樣帶隊好不好 Shoutout我們車程的祭司 然後呢,我們自己春風,他的這一台EK9 還有我剛剛開的這一台 我剛剛開真的一直,輪胎一直出來 那後面有一台R35,壓力超大的 很爽對不對 其實說真的啦,你覺得這種路 對於你自己這台車子這樣改法 這樣的設定,你覺得怎樣 就代步很好用 代步很好用 對啊 那個我們攝影師剛剛被他載一下 是不是很恐怖 比我還恐怖對不對 好了,經過剛剛在136的廝殺 然後開到那個最終點站 剛剛也有榮幸跟我們自己的好朋友春風 就是在那個山路上小小的玩一下 那個春風,你覺得有技術還可以嗎 我拍一下,技術可以嗎 被那個賽車手,被賽車手稱讚 那個感覺真的不錯 他其實剛一下車他竟然跟我講一個很靠北的事情 他說,我本來以為你是後蘭會開車 結果你還真的會開耶 我整個他媽的有點,不知道是要開心還是要生氣 不過今天我們這個台中夜跑行程就到這邊 記得我們10月20號 在我們台北的建國高架站B區停車場 會辦一個車聚 歡迎大家在9點到12點 半夜12點來參加我們的車聚 記得不管你開什麼車子都歡迎好不好 不過主題就是改裝車 改得越誇張 我們一定會給你一些好處好不好 我們今天這個夜跑就到這邊 那記得下次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辦一個更大的這種一起夜跑的車聚 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10月20號的車聚見 掰掰